2020年9月7日,天使,流动爱传导,爱Obersey者,Nick Chen 你一直努力在可以的地方和时候去爱,你一直在提醒自己,当你专注于错误的地方并改变一次一个想法,朝向一个更美好更明亮的未来,你不仅愿意还能够强力地协助天堂创造震动改变,要在外在世界看到你工作的显著效果需要时间,即使用你们的互联网、新闻、社交媒体,你也只看到真正在发生什么的一小部分。 你看到制造新闻的新闻,而不是看到所有美好的新闻。你看到混乱,但很少看到无数的灵魂在合作提升和协助其他人、动物、地球。你看到冲突和分歧,但你并不总是能够获取桥接性别、种族、年龄、信条的美丽爱与合作的故事。 确实,你们的世界处于混乱和不安的状态,但它也处于前所未有的成长和扩张状态。你可以选择你专注的东西,在你的选择中,你转变你会在在自己的生活中体验的东西。 每当你因外在世界感到愤怒、悲伤或沮丧,停下来,暂停。 告诉自己,我选择专注于感觉更美好的东西。 思考一个你爱的人,思考一件你爱的家具,思考一个你爱的地点,你爱的孩子或宠物,思考你爱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 然后专注于为什么你爱这个东西或这个人,经常去流动爱。 亲爱的,当你流动爱,你让源头的爱之力量流进你,流入你的世界。 你可以爱已经存在的东西,来自你过去的东西,或者,作为一个强大的创造行为。 你可以爱你希望在未来看到的东西,尽可能经常流动爱,把它当作一个练习,把它当作一场游戏,因为事实上,它是唯一重要的游戏。 看到多经常,多强力你可以把爱流向任何人或任何东西,通过选择给予它有爱的关注和欣赏,即使只是在你自己的心和思想中。 你可以流动越多的爱,你会处于越高的振动,你个人的生活会变得越好,无论外在世界如何。 随着你练习流动爱,你会感到自己扩张,感到更加快乐,健康,丰盛,一开始在内在,然后反射到外在世界,因为这些都是处于更高,更快乐,更有爱振动的副产品。 你可以爱一个来自思考任何平和思想的平和感,你越爱那个平和感,源头越多的流经你,放大你个人生活和世界中的平和。 你可以爱一个来自思考感到强壮与活力有多棒的幸福感,你越多的爱那个幸福感,源头越多的流经你,放大你身体,生活,世界中的幸福感,随着幸福的频率被放大,病态的频率肯定减少。 你可以爱一个和谐感,通过专注于大自然如何在合作中运作,或者你身体中的细胞或车子的部件如何在合作中运作,随着你专注于那个和谐感,你之内的源头会放大并反射那个和谐的振动到你的个人生活和世界中,在选择让你感觉平和,喜悦,友爱,和谐,强壮,活力的想法中,你就是在强大的方式中转变你的能量, 会让这些奇妙的神圣品质留下你,留经你,进入你的生活,世界,这是最精美的光之工作,会利于你和你的世界。 许多人会与我们争论,说,感觉美好是可以,但你需要世界真正的改变,我们同意你需要实实在在的改变。 我们知道,但,那个持久的根本性的改变可以被催化,但从未是仇恨、愤怒、恐惧、贪婪或任何较低震动导致的结果,而是,持久的改变由热爱自己事业的灵魂带来。 当一个人决定去爱一个解决方案,去爱自己的同胞,去爱动物,爱地球,伴随着想要创造更大的爱,平和、和谐、轻盈等等的想法去爱,持久的改变就会发生。 从这个诞生于人类之心的爱,来自神的灵感会向灵魂前来,让灵魂渴望创造外在的改变,保持良好的工作。 亲爱的朋友们,爱,爱,爱,在你可以的地方和时候流动爱,专注于内在的平和,专注于和谐,专注于感觉美好,创造,创造,创造你在内在世界希望看到的世界和生活。 随着你这么做,你会注意到即使在世界看似可怕的时候你也会感觉美好,即使有着混乱,你会感到平和。 即使当看似有着太多的破坏,你会在你的个人生活中感到和谐、优雅、轻盈、流动。 即使当外在世界无法提供保障,你可以体验安全感,你是光的工作者,亲爱的朋友们,通过你有爱的心,神的爱被允许涌入你的世界。 通过你有爱的心,你选择处红尘而不染红尘,在一个更高震动的现实中你可以转变外在的世界,而不是任由他摆布你。 上帝保佑你,我们非常的爱你,天使。 上帝保佑你,我最爱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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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